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我來跟大家分享顯卡的部分 GPU 今天我要測試就是我舊的筆電GTX1060 跟我新買的RTX2070做一個比較 我去查了一下網路的跑分 那1060它是大概是9000多分 那RTX2070到了14000多分 整整快了1.54倍 對吧 那我個人是不覺得跑分代表什麼 它只是一個數字而已 那今天我有兩個測試要測試 第一個就是剪輯軟體輸出的時間 跟回放播放的流暢度 那第二個就是遊戲CSGO的FPS 還有另外一個Scene Tracer 這個遊戲可以開啟ray tracing 可以開啟即時光線追蹤 所以我們待會就可以好好測試一下 好那我們就直接來到了測試現場 那第一個測試就是DaVinci Resolve 我就在Node 就是有點像塗層的東西 我們開了5個圖層 就給它用力的調色下去 接下來我們要把Show All Video Frames打開 這樣它才會把每一個影格都處理過 不會因為流暢的播放而放棄一些影格 RTX2070就是小差一點 它就是一直保持在60FPS 那我的影片全部都是4K 60P的RAW檔 那又加上5個調色的圖層 肯定很吃顯卡 那在播放的時候 2070也不會跑到100% 大概就是在50左右 接著我們到了筆電 那筆電因為有內顯的部分 我們就要先把內顯給它關掉 這樣我們的筆電就只剩下單純的讀顯部分 接著我們來播放一模一樣的檔案 那發現我的筆電的1060根本就跑不動這些圖 連最簡單的回放大概只有每秒31格左右 那但是工作管理員的GPU也沒有跑到100% 那為什麼呢? 那我發現筆電散熱不好 GPU一直保持在85度的高溫 效能當然升不上去啦 因為這是保護裝置嘛 所以它就會一直保持在31左右的格數 所以這個時間軸回放的測試 我們就算是2070比1060快了兩倍 也可以說是1060比2070慢了一半 接著我們就來到了影片輸出的部分 那我們同樣的設定就是用H.264 用NVIDIA GPU來編碼 那Rate Control我們用成Constant Bitrate 那在RTX2070輸出的時候 很明顯的它跑的就比較快 它可以每秒輸出75格左右 接著來到筆電的1060 我們每秒輸出大概在33格左右 效能也是少了差不多一半 最後我們2070只花了30秒的時間輸出 那1060呢? 花了68秒的時間來輸出 所以這個影片輸出的測試 我們就很明顯的可以看到 2070比1060快了兩倍再更多 就是...飛快 接著下一個測試 我們來到了FPS遊戲的部分 第一個我們就直接來測試 CS的Global Offense 然後把進階影像裡面的所有東西都開到最高 那我們就來看好戲囉 那2070根本就難不倒它 大概平均在240左右 250左右 我的螢幕才每秒60格 它每秒200多格 直接順暢到爆炸 那接著我們換到了筆電的1060之後 就不是這麼樂觀啦 我們大概落在每秒59、60跟58格 57格左右 雖然這樣也是可以玩這個遊戲啦 但我有明顯的感覺到 有一些延遲的現象 這就不知道是GPU的問題 還是顯示器的反應靈敏度問題 好沒差 下一個測試唄 接下來我們來到了Sign Tracer 這是一個分鏡圖軟體 那這個分鏡圖軟體有支援RTX 即時的光線追蹤 打開Ray Tracing之後 你的效能很明顯的就降低了許多 連2070的GPU也都直奔100%的使用率 雖然這個測試在跑的時候 我的銀格數的指標數字沒有跑出來 因為軟體有衝突 但是根本不需要有那個東西出來 那我們直接看著螢幕就可以很明顯看到 GTX1060的顯卡已經快要死翹翹了 我這裡的影片沒有放慢動作 我的筆電就真的大概一秒鐘跑一到兩格左右 這個即時光線追蹤真的超級吃GPU 而且1060還有一個超級可怕的 就是它的延遲非常嚴重 我的手都放開了幾秒 一、二、三 我的影像都還繼續跑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經過這些測試之後 我們發現2070比1060真的快非常多 從我們的影片輸出兩倍效能 到我們玩遊戲的FPS 從60到240快了四倍 反正從1060升級到2070是非常有感的 我覺得個人這樣購買下來 根本完全不會後悔啊 就是爽 OK就是我們今天2070跟1060的GPU測試 那當然喜歡這個影片按個讚 訂閱我頻道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那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瘋狂東西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那這裡還有一個CPU的測試 如果你們有興趣可以看一下啦 OK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掰掰 掰掰 拜拜